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车场上有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则新闻 小改款的Nissan Serena 在我国发布 Serena 作为我国最畅销的MPV车型之一 在过去四年里 Nissan Serena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不过这一次的小改款 Nissan 为 Serena 加了更全的安全配备和一些很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 后车门是有电动开启和关闭之外 还导入了交替式的开启功能 尾箱门可以常规的开启整个门 它还可以单独开启后挡风镜 这样的设计非常人性化 先进式主动安全配备也有进一步的加强 这次小改款导入了车身盲点政策 自动紧急刹车后方来车警示等等 让它有更好的安全性 我们在上个星期有做了一个新车的介绍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就可以观看 至于价格也可以参考这里的一个图表 原厂也有提供负债条规的 5年原厂保固和5年免费保养 预知详情可以到官网上查询 第二则新闻 Cherry Omoda 5 被目击到在我国进行录册 随着奇瑞即将进军我国 旗下越来越多车型被网民目击到 在我国进行录册 这一次就是Omoda 5 Omoda 5 它是一款全球战略车型 它是一台 B Segment 定位的 SUV 外观设计部分 Omoda 5 用上奇瑞最新的 Art in Motion 设计理念来打造 它的前脸以倒梯形 无边菱形水箱护罩和大灯 营造出十分霸气的外观设计 而来到车侧和车尾 悬浮式车顶再加上刘备式的 Coupé SUV 造型 以及双触拍器和小尾翼 运动感非常强烈 内饰设计就比较简约 简约之中又带一点科幻的元素 超大显示屏 电子换挡装置 这些代表科技的设计元素 肯定是少不了的啦 引擎动力部分 它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入门版的话 它有一个1.5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CVT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 154HP 峰值扭力表现 230Nm 顶配板采用的是一个1.6升的 钢内支盆窝轮加引擎 配上气速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 194HP 峰值扭力表现 290Nm 同级追手里面 最强的一个动力 那么你们期待这款车吗 留言去分享你的看法吧 第三则新闻 全新FORD RANGER就要来到我国了 2022年的FORD RANGER在国际上发表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啦 而且也已经在我们的邻国泰国翻售 这次他就终于要来到马来西亚和我们一起见面了 2022年的FORD RANGER融入了美式皮卡的传统元素 新RANGER从圆润的车头 改头换面换成了一个线条更加硬朗的外观 头尾灯组也换成了全LED的灯组 特别是头灯的C型日渐行车灯 非常有辨识度 他采用了全新的底盘平台 进一步提升了车子的刚性 引擎动力部分 外国的版本有四种动力可以选 分别是2.0的单涡轮柴油引擎 还有2.0双涡轮柴油引擎 还有 2.3 EcoBoost汽油 还有最新的 3.0 V6柴油引擎 我国RANGER暂时还不确定会有哪一种引擎可以选 不过 不管是哪一种引擎都非常让人期待 内似最大的变化就是中控主屏换车了直列式的12寸中控屏 搭载FORD第四代的新车载系统 其他的像电子换挡装置 电子空调控制 皮革包裹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 高机感直接拉满 全新2022年FORD RANGER 将在本月7月22日进行全国巡演 等待的同时也请继续留守我们 有最新的资讯我们将会第一时间给你送上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第四则新闻 长城正式在我国建立分公司 同时宣布旗下的欧拉好猫电动车 会是第一款进入我国贩售的车款 上个星期我们就有受邀参加了长城汽车的开业典礼 长城汽车当天也在现场展出了旗下的电动车款 欧拉好猫 欧拉是长城旗下的电动车品牌 他们的汽车除了好猫之外 还有黑猫 芭蕾猫 白猫 这些猫咪 所为好猫 它圆润的外形 车头圆圆的车灯 双色的车身 车尾采用LED灯条的造型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讨喜 内饰采用大量的皮革包裹 中控式 比较简洁的设计 车顶还有全景天窗 整个车内氛围感 就是给人家营造一种豪华车的感觉 动力部分好猫全系只有一个动力配置 也就是 前置的 泳池同步机 最大马力表现是 141HP 扭力 210Nm 级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每小时罢了 配上 59.1千瓦的 电池组 它的最大续航表现可以达到501公里 目前欧拉好猫已经是在我国开放预定了的啦 预售价格在 马币14万到16万之间 如果想要购买这款车的话是需要缴付一个1000块的定金的 最后 看在它这么可爱的份上 你会考虑它吗 在评论区留下你精彩的留言 OK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的全部新闻啦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当然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的发布 当然也不要忘记去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TikTok还有小红书 上面有更多不一样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去探索 所以我是志凯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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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记得吧 不记得 不记得